我到現在有時都經常坐電車地鐵的嘛 有時 我經常的你啊 大貓你跟著我都坐地鐵啦 我不喜歡 坐地鐵電車啦 因為我用這個方法來保護自己 不要受那個虛榮去參食我 譬如你找個司機坐在盧斯萊斯大堂大擺 住一間豪宅 那你會慢慢的虛榮 或者你那種世間的慾望 是會燃燒你的 我保持過用這種東西來平衡我自己的虛榮感的衝擊 萬一有什麼事 世情變化對我沒有影響 所以以前到現在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背後 因為我很有錢 我又坐電車又行 坐地下鐵又行 當然我又有時開自己的靈車 我當作一個道具啦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網友到你好世界 但是你封雲製匯 你做到一個公司的CEO的人物 你都保持你的生活是要減薄的 這是最大的保健方法 你保持你不會驕傲 你不會驕傲 不會傷害到身邊的人 更加又不會傷害到自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富貴 亦都可以保持一個樸素的生活 那我會想到你去看 那我會想到你去看